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日前才和苗栗縣長參選人 中東景巧遇事隔一個月 中東景藉著議會交流民意 以議長身份拜會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親自接待 民眾黨內也掀起反彈聲浪 就擔心兩個人合體黑白配 會引發負面效應波及選情 不是代表他個人 這是一個議會之間的 正式官方往來 我講台北市政府身為地主 當然應該好好接待 大出去中心跟南門市場 是各個縣市長期以來 都一直來參觀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部分 不用特別把他抹上 這樣的選舉操作 黃山山幫柯文哲講話 陳情議會交流五官黑白河 只是北市才發生槍擊案 隔天柯文哲就合體中東景 似乎給外界負面觀感 我尊重每一個候選人 他尋求各方支持的決定 但是不知道民眾黨他們的想法如何 對 當然我想這是柯市長的一個價值的判斷 不過對我們來講 我簡單講就是道不同 不相為謀 陳時中大三柯文哲 苗栗兩位中東景的對手也各空開馬 我還是要呼籲柯文哲市長 你是一個新興的政黨民眾黨 獲得很多的年輕人的支持 但是請不要 要藍白河的話 請不要欧北配 我想他們兩個是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黑白配 所以我不認為能夠爭取多少的 尤其是年輕票員 我相信只會流失 不會增加 北市槍擊案之後 柯中會成為政壇關注話題 柯市長之前選舉的slogan是這個改變成真 不曉得現在怎麼會剛才 其實我們看到了有黑白配的狀況 這個在我們錄影的同時 其實現在在台北市的部分 中東景議長跟柯文哲市長 兩個人已經同框合體了 稍後我們會有畫面秀給大家看 那我們看到今天中東景特地北上 柯文哲還出面親自來接待 我不曉得建議委員這邊怎麼看 因為目前北市府告訴大家的說法 說這就是兩邊議會 這都是市政的交流 這跟選舉都沒關係 來議員你怎麼看 我首先先補充上一趴的一點問題 就是柯文哲你現在 雖然你的道歉非常廉價 道歉對你柯文哲來講是一文不值 那不管你是異性藍衫 或者是你自己無心的道歉 最起碼你要公開道歉幾個單位 第一個就是馬會 剛才我們私底下 馬術學會 那以信委員剛才有提到 這是不是有動保法的問題 它是一條生命 每匹馬其實它都上百萬 甚至於上千萬 第二個 第一線的工作同仁 如果照你說第一線的人 死到一無心病毒 我第一線幹嘛那麼衝 我幹嘛急著搶救災 那這些人你不用跟他道歉嗎 你柯文哲事後說的要逢兩位 第三個 有十幾個人在題外 被關在題外 當有一些人對河堤的構造不清楚 他不知道河堤跟河堤中間 到底有多遠要爬到 爬到那個爬樓梯的地方出去 不知道 最後一個泡水車的人 不管你是有責任沒責任 這些人你要道歉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雖然你的道歉非常廉價 但麻煩你 最起碼你台北市政府的態度拿出來 不然說的民眾都要你下台了 好 我們現在講到 他的態度都是放在選舉上面 所以他現在已經轉移焦點到周冬景 那周冬景這個部分我只能說 黃珊珊你現在用這種角度講話 你是嫌票太多嗎 那剛才乙姓委員有在講說 幫蔣萬安我直接來 我得到私底下的消息 我上個禮拜來這邊我就講 某部分用以安換安 以安換安 這是國民黨內部的人跟我說的 然後你看看 柯文哲現在做的都是擦邊球 擦邊的他不能公開的不幫黃珊珊 可是他又想讓黃珊珊的票上失了 所以用這種所謂的擦邊球 那以照這樣來民眾黨自己本身裡面 內部反彈聲音也很大 為什麼你的新政治價值擋住 你就說是蔣位水 你何其的羞辱蔣位水 你現在說所有的跟中東 不管周東錦他的爭議如何 但是換個角度 社會桿桿對他就是不好 中東錦是去由朱立倫開獨的 是朱立倫沒愛的人 國民黨不要的人 你現在叫起來為的是什麼 所以在講說可歌可泣 可以割捨也可以放棄 這個民眾黨候選人 這就是你柯文哲現在目前所說的 我跟你講你跟周東錦整個起來 我告訴你 網路年輕人一片罵聲 你柯文哲不是狹帶說 我是網路支持者年輕票多嗎 是 那黃珊珊你的二十幾% 不都是來自於年輕人嗎 在二三十歲的人最多嗎 那黃珊珊今天 他今天所講的 希望大家不要用什麼特殊的眼光 就是禮貌上的拜訪 真的是這樣 你如果敢來跟台北市議會的議長 拜訪哪也就算了 你柯文哲出來趁什麼熱鬧 換個角度 你當說在八月三十的時候 你就安排你爸媽跟他巧遇了 又是巧遇了 巧遇了 你爸媽什麼時候又可以跑到苗栗 又可以跑到台中 又可以跑到各縣市去巧遇 你爸媽媽好壞也已經要九十歲了 你整天叫你老爸老母去巧遇 巧遇言寬恒 對不對 巧遇周東錦 而且時間就剛好 記者都有夠 剛好 記者誰通知 那你今天之前 今天是不是又巧遇 那現在今天又特別說他來拜訪 你是藉著這個明目 所以我說他暗地裡說真的是在幫蔣萬安 那就如同我得到的訊息 高宏安現在以國民黨來講 朱立倫怕誰 朱立倫怕韓國瑜 韓國瑜 不是 朱立倫怕侯友宜 侯友宜怕韓國瑜 韓國瑜討厭朱立倫 對不對 以照這樣的角度 說難聽一點 就算我林庚人在新竹不會選得上 我們怎麼輔選都選不上 那我用這個角度來換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何樂而不回 這就是我得到的訊息 那與其說這個部分我只能說周東景 我跟妳說 柯文哲 我說到這個我是覺得說你無力到那個誰 無力到我們的東西 你說你創黨的對不對 你創黨的目的是什麼 新政治推倒藍綠高牆 你記得那個畫面在選前的畫面 大家記憶猶新 那妳在藍綠的高牆難道藍綠的高牆讓妳推倒的變成黑金嗎 黑白切還是黑白幕 柯文哲 如果你真的不幫黃珊珊 你直接講 你不要用擦邊球 你如果真的想要幫蔣萬安 你想要選2024的總統 你就明著講 2024總統你是真的要選 但是你不要用這種擦邊球 去修理黃珊珊 因為半年前我已經預告 柯文哲有可能 有可能放棄黃珊珊 黃珊珊最後面有可能是因為 柯文哲跟國民黨某部分談好 而犧牲的一個選手 所以我只能說 柯文哲你今天下午犯了一個大忌 你嫌妳的票多 你又想要修理高洪安 修理那個黃珊珊 你用這種角度 只是讓人民更看清楚妳 除了現在討厭妳以外 也認為說妳的價值可歌可泣 可割捨掉支持妳的人 可放棄掉妳的政黨 這就是你柯文哲選總統 一個真的不好的一個心態 我們看到柯市長跟中東景中議長兩個人合體了 可是到底真的 這個美其名講的是市政交流 但其實私底下是不是真的就是黑白配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其實民眾黨大家講現在有國民黨 民進黨民眾黨時代力量 這當中年輕人支持度比較高的 其實民眾黨有很多年輕人是很青睞的 但不曉得這個都希望走清新路線 乾淨的政治路線的年輕人 看到今天這樣子的合體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請教玉惠姐 對於黑白配這個看法